咱们继续往后面进行制作 现在我们选中这个文本框 打开格式 这个地方有一个格式 我们选择短日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怎么样 还可以是不是 但是不喜欢这种斜杠 我喜欢用那种中文的 那么我们把它切换到设计时图 在这个地方我们选择长日期 并且我们把它往正面拉一点 而且不要它的边框线 对齐方式我们通过格式功能选显卡 选择左对齐 好,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通过报表时图来看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 没有问题 那我希望正面能够显示 总页和当前页 我们再次把它切换到设计时图 这个地方我们又需要有一个 文本框 好,把这个文本框呢 前面的标签删掉 选中它 先对它的边框去掉 然后呢 再对它的背景 背景颜色呢 进行一个设置 好 它这个地方呢 未绑定 我们现在要绑定相应的数据 我们把它拉长一点 切换到数据 单击浏览 按钮 我们需要一个 输入 这个是总页 OK 引号引起来 然后 和 我们需要相应的命令 我们选择报表 在这里边呢 我们走到 Pages 送击它 再加一个 和 引号引起来 写上 当前 页 再引起来 再加一个链接符 当前页是哪一个呢 就是这个 Pages 一个是Pages 一个是Pages 好 我们登记一下 确定 我们呢 先运行一下 看看实际的效果怎么样 总页 一 当前页 一 那这 没有分开 看上去不明显 我们可以呢 再次切换到 设计试图 选中它 通过呢 数据 浏览一下 打开 表达式 这个地方 我们呢 加上一些空格 然后我们再来看 实际的效果 哎 就比较好多了 当然你可以加其他的啊 在这我们就 不再添加了 我们再次切换到设计试图 现在呢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分组 你可以把这个设计功能选线卡打开 然后呢 把这个分组和排列按下去 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分组 如果你不见了啊 你可以按下去 然后添加组 添加组之后呢 我们以哪个字段 作为分组的依据呢 我们以这个成本 标准成本啊 为依据 好了之后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多了一个 我们可以把它的大小 调一下 调好之后呢 选中它 然后在这里边 这个地方有个更多 我们展开 这是关于它的排序啊 是用升序还是用降序 这有一个按整个值 点开旁边的小三角 那可以是按五条 按十条 按一百条 一千条 我们选择自定义 让它间隔多少呢 十 OK 好了之后 我们呢 先来看一下 实际的效果 看到了吗 这上面是不是就空出来了 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二十 我们呢 继续 再次进入到我们的设计 这个地方 总要写一点东西 对吧 所以我们加上一个文本框 放到这里 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上分组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标签 就不要了 我们在这 要上 写上分组 这个数据 没有绑定 那么我们可以选中它 让它进行一个绑定 打开数据 属性表下面的数据 单击浏览 打开这个表达生成器 我们需要浏览的参数是哪一个呢 我们可以往正面翻 不太好找的 是吧 我们通过这里 找到表 然后找到产品 接着这地方有个成本 标准成本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不要 前面不要那个标明 单击一下决定 这个时候我们来 先来看一下效果 这是多少呢 五 从五元 这地方还有一个 一元 标准成本 这是 十元 一看到 五元分了一个组 也就是五元以内的分了一个组 仔细看 这地方是十元以内的分了一个组 二十元以内的分了一个组 这样看上去 是不是不太合适 哪地方不太合适呢 你看这个地方呢 还可以选择上 我们不希望它选择 而且不需要有边框 我们再次切换到设计师图 选中它 这个地方 我们打开格式 不要它的边框 透明 然后找到它的背景色 点开 选择这个颜色 好 再来看其他 在其他里边呢 这是它的名字 其他的我们就不再动了吧 好 再来看一下效果 是五 十 那么我们呢 继续进入进来 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是五到十 十到二十 这样子 那怎么办呢 我们选中它 打开数据 单击浏览 在表达式里边来写 首先是我们曲整 我们用 int OK 那比如说 我不知道在哪 你可以这样子 打开函数 找到 内置的函数 然后找到 数学里边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 所以就有它 返回一个数的整数部分 接着呢 我们再加一个括号 让它呢 除以十 除以十以后呢 再乘以十 最后呢 曲终 仔细看 有两个括号 这个地方 我们加上一个和 也就是链接符 这个给个横线 再加一个链接符 接着我们再输入 曲整 再加一个括号 把这个标准成本 可以呢 copy过来 当然你直接输入进去也行啊 除以多少呢 十 括号 加一 再括号 这个前面呢 也要加上 一个括号 最后再乘以十 括号 那么 怎么来理解这几句话呢 就是 这个标准成本呢 是一个 数值 比如说它是 五的时候 五除以十 变成多少 零点五 再乘以十 变成多少 五 对不对 好 咱来看这个价格 如果这个价格为十的话 也为五的话 除以 十 除以十 变成了 0.5 这个是1.5 然后再乘以十 OK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正确 好吧 保存一下 然后 运行 五到多少 十五 十到二十 二十到三十 OK 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说 都取五的话 那 它就是到十五吗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到十五 这样的话呢 是有问题的 让它问题在哪 这个才是十到二十 这就是 五到十五 肯定不对 那么 具体出在哪呢 咱们呢 继续往后面进行制作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确实分组了 但是呢 它的数值不太对 我们选中它 再次呢 通过属性表下面的数据 打开浏览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最后呢 是十五 为什么十五呢 假如说它是五 五除以十变成 零点五 零点五加一变成 一点五 一点五乘以十 变成十五 然后去整 肯定是十五 那么我们把这个括号 去掉 最外面的这个括号 去掉 假如说它是五 五除以十变成零点五 零点五加一变成 一点五 然后呢 这个括号到这里嘛 去整 那么就把那个 一点五 去整的话就是一 一乘以十变成十 等级确定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实际 是不是这样子 五到十没有问题 十到二十也没问题 二十到三十没有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啥问题 仔细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 五块钱 两块钱 三块钱 八块钱 一块钱 这个就很头疼了 头疼在哪里呢 没有相应的顺序 所以我们要进行排序 我们切换到设计试图 在这里边 我们选择设计功能许显卡 把这个分组和排序呢 按下去 这个地方已经有了一个分组 我们再添加一个排序 以哪一个字段作为排序标准呢 以这个标准成本 然后我们用升序 好 保存 接着 我们通过报表试图来看一下 这回 是不是就好多了 我们呢 再次切换到设计试图 在这个分组里边呢 我们呢 打开更多 这个有一个叫什么呢 不将组放在同一页面上 还有是什么 将整个组放在同一页面上 还有将页面和第一条记录呢 放在同一页面上 还有呢 有页眉节 无页眉节 还有 无页 角节 我们改成一下 如果是有的话 你看这个地方又多了一个 标准成本页角 标准成本页眉 可以看到 好 我们把它呢 取掉 不要它 那根据你个人的实际的情况呢 可以自由的设置 最后呢 我们呢 还要对我们的页面进行一个设置 这个地方又多了一个页面设置 它现在是纵向 你可以改成了横向排列 或者说呢 列 页 打印 选项 这个地方可以设置页边距 这个地方可以设置纸张大小 好 那么我想看一下打印预览 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在这个报表的标签上 右键单击有个打印预览 这就是呢 实际的打印效果 仔细看 是不是有一部分没有用上 这样子显得特别难看 而且呢 现在有几页 三页 我们可以通过这边 翻页 好 我们继续 再次切换到设计师图 切换到页面设置 首先选择纵向 因为我们前面做的时候呢 是根据纵向来的 并不是根据横向 所以我们选择纵向 保存一下 再来预览一下 呃 节宽大于夜宽 没关系 我们先单击确定 先来看一下 完全可以放得下 是不是啊 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继续 再到了设计里 打开页面 这个地方呢 有个页边距 那刚才页边距 有普通 有窄 我们选比较窄 然后我们再次 打印预览一下 你看 它是不是就不提示了 因为呢 刚才呢 它进行 你这个页边距 设得过大的话 它进行提示 好 继续 到设计里面 那么根据你个人的需要 还可以呢 继续更改 我们不更改了 啊 好